大家好我是李柔 你们好我是Semesa 哈喽我是萱妞妞 其实以前对劳力士的印象就是 爸爸带的表 或者是像是就是很商务人 是很man很男士带的表 从意大利部落客Chiara 她开始搭配她的视频 加上劳力士的表 我就觉得原来女生带这么个性的表 也是很适合的 我自己是只在意她的心好不好看 平常好不好搭配 材质我自己是很喜欢板金的 因为配金色的视频跟银色的视频都很搭 那当然如果有预算的话 全金的我觉得也是很美 像我是比较喜欢老东西的人 老表的话就一定需要多听多看 当然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款式入手是最值得的 我比较会注意到表径的部分 因为以前老表会出一些比较可能36 一些比较特别的表 接下来新表都只有40 因为我的手感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 股东表对我来说的吸引力就是这个 就我身边的朋友有带劳力士的 我都觉得他们是很独立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靠自己买的 然后都是很独立很努力的在赚钱 然后也都是蛮有品味的女生 个性帅气 独立自主的 还有干练的女生 自己觉得很刚硬很帅很自主很独立 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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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